你先别着急 我马上过来 好 挂了啊 怎么了 小马跑丢了 就上次你看着佳生的那一批体 我得去找 我给你去 你去干嘛 要下去 你在这带着 我借把伞 我借把伞 打伞没有 穿我的雨衣 我给你去 你去干嘛 你去干嘛 他呀 是跟着别的马 借了别的马跑了 我当时也去找了 但是他被大马挡着 没看到 这谁怪我 林诺君主就给你打电话了 没事 找到了就好 是 是 可怕也冻了 你喝喝喝 我 我办公室生火了 你俩赶紧去烤烤 再喝点热水 千万别冻着了 快去 快去 好 没事 对 对不说 对不说 没事 没事 我先带你上去吹吹头 小马没有丢 你倒是差点丢了 不是跟你说了 不要跑太远吗 怎么还把雨衣给编上了 碰到游客了吗 带个孩子 困着呢 那怎么雨伞也给编上了 俩孩子 这真的是 你靠近点 先烘干了再说 别着凉了 说这个雨怎么突然下这么大啊 下雨好啊 下雨之后啊 长出君子来 你不爱吃吗 饿了吧 来 吃点个红薯 谢谢啊 谢谢泽青叔啊 给我客气啥呀 来 吃点吃啊 好好好 烫 烫 烫 你慢点 刚烤出来的 你先吃这半个吧 怎么不吃啊 谢谢啊 不客气啊 一般都是我照顾别人 感动吧 感动不至于 你看 我照顾别人的时候 也没见别人多感动啊 最多感谢吧 这种时候 不都应该回答感动吗 你心里都已经有答案了是吧 在问我之前 要感动 不敢 不敢动 你是不是 真怎么这样啊 你这么说啊 小嘴巴巴是谁教你呢 跟你学的 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你就这样了 没冤枉你 阿奶说啊 你初中的时候 就带女同学回家吃饭 阿奶乱讲 我哪带女孩回家吃饭啊 说在你家吃了一个多月饭呢 你要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 那是我坐过前面的同学 他当时他父母去城里做手术 家里没有人就他一个人 我就说带他顺便回家吃点饭呗 好热心肠 开玩笑我是我们班副班长 好大的官哦 那可不 你呢 我呀 可是我们班英语课代表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 你有没有带男孩回家吃饭 我肯定没有啊 那我 我要带男同学回家吃饭 我妈不打断我腿啊 我不是说你上学的时候 我是说你那个什么 今生之爱 你有没有带他回家吃饭 有啊 我姥姥去世那会儿 他特意请假陪我回去 忙前忙后的 我家人特别喜欢他 他是一个 特别特别讨人喜欢的人 他就这么好啊 好 特别好 一句两句说不完 那要从我们 大学入学的时候开始说了 你们还是大学同学 嗯 那不都认识十几年了 嗯 我跟陈南兴 是大学同班 陈什么兴 陈南兴 耳东陈 南极兴的兴 一个特别特别的兴 一个特别特别的兴 有些过去的事 就赶紧让他过去吧 也快过去了 你看 有些人都能跟你一边吃红薯 一边聊他 原来可不行 应该像一根 仙人长的刺儿 扎在你肉里 他不影响你干任何事情 但是他存在感特别强 就是你干什么事 他都会提醒你 他在哪儿 你知道这种感觉吗 你要这么说呢 我大概就明白了 之前去摘那个仙人掌骨吧 这一根刺扎在手掌里 一碰他就疼一碰他就疼 怎么都取不出来 但是最终呢 肯定还是会好的 要不然就是伤口窥烂发炎 要不然呢 就是在不知不觉中 突然消失掉 我有时候觉得 就像他在那儿 也挺好 我明白你这种 舍不得分开的感受 我明白你这种 但是呢 很多事情 我们连自己都控制不了 更何况是别人的 其实生病人都是来来去去的 大多数人相遇以后 只能陪你走很短的一段路 一路走 一路离开 生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这雨下了没完啊 这雨下了没完啊 太好了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